這人在蘇花改隧道已經明顯回堵 後方一輛陰影車卻幾乎沒有減速 就朝著前方的車潮直接撞了過去 首當其中的黑色轎車被陰影車撞飛 往右前方沿著隧道牆壁擦撞 又一路滑行道外側車道才終於停了下來 轎車的後車廂被撞到扭曲變形 車燈破碎 輪胎車框也已經面目全非 肇事的陰影車也是嚴重受損 擋坡玻璃整片碎裂 前方的板筋和保險桿也變形剝落 可見當時的撞擊力道非常恐怖 三車迷環追撞事故 發生在17號上午10點45分 宜蘭蘇花改 北上108.6公里處 5月7歲的送信駕駛開著一輛陰影車 行進東奧隧道時 意思因為沒有注意到前方的車輛回堵 就直接朝停等的黑色轎車撞了上去 轎車整輛噴飛往右前方滑行 陰影車繼續追撞到前方的大貨車 事故造成送信陰影車駕駛 是小客車駕駛及車內乘客受傷 分別送往羅東聖母醫院 及蘇澳中醫院救醫 三人均意識清楚 無生命危險 事故當事人久測皆為離 現場這場連撞車禍 三人的傷勢都不嚴重 送醫後沒有大礙 警方初步研判 應該與陰影車 沒有保持安全距離有關 至於詳細的周知原因 還有在警方後續調查釐清 接下來的李謙信號 引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